做腌酱辣椒的方法也是很简单的 如果大家有时间想吃的话 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下 这个辣椒我们已经洗干净 也晾干表皮的水分了 现在要把这个辣椒把弄掉 这个洗的时候别把这个辣椒把弄掉了 要不然里面会浸水的 浸水腌制的东西不好会坏掉的 太阳了 你们在干嘛 开吃啊 开吃啊 因为这个辣椒比较长 所以我们把它切成两叠之后把它破开 这样的话腌制的时候更加的入味的 别动 等一下拉手的 我等我等我等你 好等 好等 我等 不要等 切好了之后我们放入适量的盐 然后把它给腌制一下 然后用手把它给抓匀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里腌制几分钟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里腌制几分钟 已经放到这里腌制了 然后这个时间我们熬个料汁 倒点食用油 生姜还有桂皮放里面炸 有花椒的话可以放点花椒 我们家刚好有花椒了 先把这个炸出香味之后 然后我们再放入酱油还有冰糖 倒入酱油 再加入冰糖 现在呢我们用小火慢慢的熬 熬好了之后把它放到旁边 自然凉就可以倒入辣椒里面了 已经熬好了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放入自然凉 再把这个酸倒入到这个辣椒里面 然后把它抓腌制一下 我们倒入一点白酒 如果没有白酒的话 可以倒那个高度酒也是可以的 这个倒酒呢 主要就是起杀菌的作用 妈咱我在找 咱咱好找 变好了就可以装到罐子里面去了 可以挂 咋变一个罐 把它往下压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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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好了之后我们把熬好的料汁 把它往下压一压 换一下 这个 红色绿色了 黄色绿色 好开 把盖子盖着我们 密封个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吃了 这个呢 做腌酱辣椒的方法也是很简单的 如果大家有时间想吃的话 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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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